這幾年都一直有在讀那種溝通的書 溝通是不只跟自己拿溝通 跟物質宇宙環境都要有一些溝通 漫畫也是一種溝通工具 你必須先整理好你要給讀者的東西 然後讓讀者能夠完整的複製接收到 從這邊到這裡就是一個溝通的東西 就是說你必須在畫面你的基礎技術裡面 去把它訓練到你可以很清楚明白 傳達你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我以前剛開始我做出就是像那五年有鬼教室 就是鬼打架的東西畫了開心一首 那也想說那種休閒書上都是很開心的 可是警覺說那個東西我畫出去的話 會不會有任何不良的影響 裡面的概念是很正確的東西 所以從那本書開始我就開始做研究 我怎樣怎麼樣在書名上一些正知識 讓小朋友或是大人看的時候 有一些潛移木畫有正向的往上更和善 或是更有收穫 或是更有收穫 讓他們有一些正能量的獲得 讓他們有一些正能量的獲得 契機讓原因讓你有這個情緒產生出來 他們裡面的各種成分 外秀來我家 那他主要是就是講 講品格 講定位 讓小朋友怎麼樣去訓練小朋友 讓小朋友去在新的環境裡面定位出自己 我們家小時候我爸爸就會 定拿白紙 定成一本冊子 然後一個人發一本 然後在家就畫畫 我是寫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寫阿拉伯數字的時候 會寫一不會寫二 會寫一二 可是不會寫三 那我姊姊 我們家裡面就把那個 布子倒過來 就畫小鳥 畫小鳥 就變成三 國中 剛開始就是小密漫畫周刊 剛開始是投他 他後面一些讀者 讀者去投的那個 一張的小張單張作品 就畫明信片 他投過去 然後覺得 欸 是可以被看著在上面 然後後面就 接著畫一些新演講 已經是那個專科的時候 投稿那個什麼 看法漫畫 然後他那時候就 沒有缺酒編 沒有缺酒編 然後他就看到我這件事 就直接問 老闆就直接問 你不要來上班 直接從一個興趣 然後變成有連載 然後可以賺利用錢 那我要當成職業的話 是說覺得說 我已經可以用這個方式 賺利用錢的話 那我那時候還要當兵 那我就三專特別留一年下來 跟老師打擾小鳥 我不要去上課 加腳作品就好 那就特別留一年下來 拿專心連載 想是說 我先做有一點點成績 再去當兵 那我當完兵之後 我會比較 好去跟出版社洽談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成品 有連載過的經驗 那那時候都是畫得爽的東西 自己很爽 那就是 後來後來有個大人編輯 就說 你這個很意思留 我就直接問他你要出嗎 了解了解 你進了那種商業市場 你就不能自己 就是自己爽 所以那時候就調整了 滿久 等於說我三個月在家畫 把第一回的東西畫了四次 我是有累積了很多的想法 想做的東西 那裡面有些適合他的時候 我能搬出來 那市場賣了 那就動了 就這樣子 簽名 領錢 我最高興 很高興過去 哈哈